5月15日 就是洪峪火車站 封車去到回展中心 和這個是金鐘的盛賣日子 那我為什麼會看到這裡的位置呢 其實整個尖東來講 都是有二三十年 其實寫字樓都是主一個不太活躍的 但是我看到來講 有一個結構性的改變 就是對尖東的寫字樓和商戶 都會帶來一個叫做新的體積 眼前來講我們看到 那裡就是東海 旁邊就是新文化 再來這裡就是南洋中心 我們看到這裡全部是私人的 全部是散業權的 相對來講 它的面積來講 由一千尺至半層幾千尺都有 就很能夠迎合到 就是在我們的港島區用威寫字樓 那些朋友的需要 而整個這樣的通車會帶動了 就是很多的我們叫做 用威寫字樓 這邊尖東的環境是優美的 也都交通方面 另外呢 定制他們也都會選擇 誰是尖東的寫字樓 還有人樓方面 因為有地鐵 那也都是接駁了 全港的十八區 那由火車的東鐵 去到西鐵 和地鐵的貫通的話 那這邊也都是改善了 整個營商環境 那帶大家來去表解一下 整個尖東的環境 我看到兩邊 那這邊就是州際酒店 州際酒店在後面 那旁邊就是 紅磡體管 而它的火車站就在下面 那所以連接我們 那條 這個是新文化中心的那條天橋 走去紅磡火車站 就非常之方便 那去到火車站 日後我們會的車 直接就去到這個會展 會展站 那邊來說 它是紅磡 紅磡方向 那兩岸來說 是玩帆船的熱門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外面都有帆船 是非常之美 那邊色 它們就在這個 是紅交會出來的 對面的紅交會出來 那會從呢 星期八 星期六 都會在這個 維多利亞港裡面 是比賽的 所以你看到 今天的天氣是非常之好 那我們看一看 對面 對面就是 這個是北角那邊 北角 再過對面來說 這裡 這邊就是銅鑼灣 也都可以看到 那邊來說 這個是會展 那將來的車站 就是在會展中心的裏面 車站直接可以出的 所以我們從這個位置 去到對面的會展中心的話 其實是五至七分鐘的車程 那對面的寫字樓 的租金 是這邊的兩至三倍 這麼美的環境之下 所以我們看到 在佔東的寫字樓 是一定的需求 那它的寫字樓價格來說 亦都是跟對面有六灣那邊 其實都不是差很多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的 尖東的寫字樓 是完全是 有這個 是未來的幾個月 或者本年都有一個 剛性的需求 那如果有朋友想說 在這邊尖東 想找寫字樓的話 記得找我們 在這邊尖東 寫字樓